第0021章 龙行万里 月小子 我教你如何应对这种少女寻仇的事情 石海忠 星火兴奋起来 道 把少女推倒交配 是解决这种事情最佳最快的途径 然后他们便不会见到你又打又杀了 反而对你很是温存 百依百顺 星火 嗯 从前的星火传承者遇到这种事情 都是这样处理的吗 我很想知道 他们都是怎么死的 中越不理会这朵小火苗的馊主意 咳嗽一声 向两位少女道 于师姐 陶师姐 那天的事情只是一个误会 我向两位赔罪 中师弟无须赔罪 那黑衣少女于飞燕 俏颜淡然 摇头道 当晚我未能留下中师弟 你擅闯女愿之时 便已经算是结果了 不过那晚你趁着夜色逃脱 你我并未奋出胜负 今日我来寻你 便是为了此事 中师弟 请吧 中越摇头道 无冤无仇 又何须大打出手 师姐恕罪 我还要修炼 不能陪两位师姐了 她站起身来 取出六枚雨灵丹服下 准备继续修炼 于飞燕脚下大鱼游动 破开湖面飞驰而来 那大鱼掀起惊涛骇浪 浪涛间露出硕大如船的鱼头 竟然有几分龙形 赫然是一头鱼龙 她修炼的鱼燕双飞 其中的鱼 竟然是一头鱼龙 水中的霸王 那日晚上 夜色深沉 中越惊鸿一瞥 没能看清这头大鱼 如今才算见到真龙 果然凶恶异常 于飞燕显然得到 鱼龙图腾的真传 而且精神力也足够强大 显化的鱼龙无比真实 鱼龙浮出水面 有七丈长短 有血有肉有骨 龙口猙獰 在水中游动之势 凶猛无比 这要比中越观想的 蛟龙图腾 只有皮 没有血肉骨骼 要高深许多 她应该见过真正的鱼龙 因此才能将鱼龙图 腾炼到这种程度 中越心道 她却不知 于飞燕之所以能将鱼龙图腾 修炼到这种程度 与有鱼士的图腾有关 有鱼士之所以叫做有鱼士 其中的鱼与鱼同音 他们的图腾便是鱼龙 是祖辈所留 有鱼士的历史久远 在万年前便已经出现了炼气室 留下了鱼龙图灵 因此叫做有鱼士 经过这个大士族 上万年无数族人的祭祀 鱼龙图灵 已经变得如同真正的鱼龙一般 神通广大 守护有鱼士 于飞燕身为有鱼士族长的孙女 修成鱼龙图腾并不困难 不愧是女院的大师姐 那晚与她碰撞一击 她没有完全绽放自己的实力 应该是不打算杀我 只想断我一条腿 终于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猛烈杀鸡 心中电光火石般闪过一个念头 而那次碰撞 让她看到我的实力 因此这一次 她便将鱼龙图腾的威力完全绽放 不担心我接不下来 不过 她只动用了鱼龙图腾 而鱼燕双飞 则是两种图腾结合在一起 所以 现在还不是她的全部实力 鱼飞燕杀气腾腾 鱼龙掀起的风浪 竟然将湖面推起一道 高达仗鱼的大浪 狠狠像山崖边的中月压下 忠师弟 我此来不是征求你的意见 而是要实实在在地与你较量一场 你打也得打 不打也得打 这女子出手果断伶俐 凶猛霸道 根本不给她留下任何后路 鱼师姐应该是将两种不同的图腾攻击法门 练成了一种 得到两种图腾的真传 不愧是女院的大师姐 中月微微一笑 悲起千斤重石 纵身一跃跳下山崖 心道 她所学比我多 比我精 但是在精神力和魂魄的造诣上不如我 若是打斗起来 胜负尚未可知 我虽不怕她 但没有必要与她相争 桃蛋尖叫一声 急忙跳起 跺脚道 师姐 你把人逼死了 鱼飞燕也是脸色俱变 只听呼的一声 她脚下鱼龙跃出湖面 竟自跃出山崖 向崖下坠去 桃蛋跺脚 纵身跳下山崖 道 你怎么也跳下去了 如果你们俩死在下面 别人会说 这对少男少女殉情自尽 糟糕 我怎么也跟着跳下去了 这样一来 死了三个的话 一男两女 别人会怎么说 师姐救我 三人坠崖 不过中月背负大石 坠崖速度更快 鱼飞燕身在其后 距离她越来越远 而桃蛋尔则手舞足蹈 宛如要在空中游泳 竭力从下面游上去一般 只是也于事无补 跟着两人坠下 中月月下山崖的一瞬 抬头看了一眼 只见这两个少女 竟也跳下山崖 让她不禁有些诧异 于师姐跳下山崖 到底是为了救我还是杀我 若是想杀我的话 让我坠崖 而死便是 何须追上来 这女子的心地却也不坏 虽是十大士族排名第二的 由于士族长的孙女 但却没有见死不救 还有桃蛋师姐 竟然也追了下来 想来她们都有手段 能够坠崖不死 应该是修行了 能够飞行的法门 不过她们并不知道 我并非是寻死 而是修炼 她立刻陷入观想之中 再一次进入玄妙的生死之间 极限反应 观想碎黄 这一次她背负重石 稍有不慎 便是死亡的下场 因此 容不得半点马虎 尽管于飞燕和陶大 跃下山崖追来 也不能让她分心 她观想的碎黄更加清晰 碎黄的龙铃 胡须 眼眸 越来越清晰可见 细节也更多 细节一多 中越顿时感觉到 对精神力的消耗 也更为凶猛 毕竟是背负千斤重石 坠落速度更快 死亡感更强 急迫感也自然更强 强烈的求生欲 会激发一切潜能 迫使她的身躯 精神和魂魄 调动一切能量 去提升自己 生死之间 有大恐怖大恐惧 心魔滋生 但碎黄出现 便立刻炼化一切心魔 让她的精神力更加纯粹 更加坚韧 观想起来也更加顺手 而在上方 陶带儿手舞足蹈 大呼小叫 于飞燕却充耳不闻 突然眉心精神力涌现 观想大鸟 只见她腋下 竟然有精神力现行 化作两只 长达一丈六七的翅膀 呼 于飞燕震翅 速度顿时大增 飞速向中越接近 两人如同流星一般 顺着山崖坠落 于飞燕越追越近 突然看到下方地面 飞速变大 树木山石越来越大 越来越清晰 心头不由大惊 她们速度太快 距离地面越来越近 以这种速度坠落的话 就算她得到了 于燕双飞的真传 能够精神力化 做双翼飞行 也会摔死 摔得粉碎 糟了 于飞燕鹅头冒出冷汗 心神大乱 我的速度太快了 来不及了 爆发 中越石海中 星火突然爆合 唤醒正在观想的中越 中越双眸张开 恐怖而坚韧的精神力爆发 魂魄驾驭精神 化作蛟龙缠绕身躯 雷霆轰鸣 雷光滚动 如同金龙横空 她背上背着的那块千斤重石 被蛟龙的雷光扫过 发出咔嚓咔嚓的脆响 碎成一块一块 中越正欲欲雷横空 突然看到于飞燕双翼猛的张开 但听啪啪两声爆响 她的精神力锁化的两只翅膀 竟然被迎面的飓风拍得粉碎 那黑衣少女 眼中露出无边的恐惧 头下脚上 像山林中栽下 只怕下一刻 便会摔成一滩肉泥 按理来说 在她双翼被迎面飓风拍碎的一刹那 她还有时间观想 用精神力再凝聚出一对翅膀 继续抗衡下坠之势 但是于飞燕却仿佛吃傻了一般 一动不动 她被生死之间的大恐惧 控制了石海 石海中心魔滋生 让她陷入大恐怖之中 这种生死之间的大恐惧大恐怖 中越也经历过 一眼便看出 这少女的问题所在 她的石海中充满了心魔 让她无力反应过来 中越咆哮 只见缠绕在她周身的那条蛟龙 魔洞身躯 呼的一声向于飞燕飞去 将心火吓了一跳 狮声道 你疯了 不要命了 滋了 中越周身雷光崩陷 电闪雷鸣 竟然又有一头蛟龙在诞生之中 她兴奋三用 观想碎黄 同时观想两条蛟龙 一条去救于飞燕 一条自救 这还是她头一次施展这样的手段 心火也从未教过她这种手段 只是危急之下 她自然而然便使出 无论是挥手救人 还是观想自救 都如同行云流水一般 只见中越驾驭雷霆蛟龙坠下 毕竟是刚刚以精神力凝聚的蛟龙 慢了半线时间 她已经坠入森林之中 即将坠地 若是以这个速度坠地 即便她拼死爆发 也是难逃一死 龙行万里 中越前所未有的冷静 驾驭雷霆蛟龙斜斜飞出 雷霆蛟龙腾罗变化 竭力撞击一株株大树 借助与树木的撞击 卸去坠下之力 轰隆轰隆 一株株参天大树一碰击碎 恐怖至极 终于中越和雷霆蛟龙坠地 在山地中滑行了数十丈 这才止住身形 中越晃晃悠悠 只觉身体前所未有的空虚 连忙取出六眉羽灵丹 一发塞入口中 回头看去 但见自己在森林里 留下一条深深的痕迹 不过却不是直线 反而蜿蜒曲折 如同蛟龙腾罗飞行留下的痕迹 这便是 她刚才领悟出的身法 龙行万里所留下的痕迹 这家伙竟然做到了 星火也是惊魂否定 见状不禁松了口气 行道 说不定这小子 真的能够比得上星火传承者 第0022章 空谷红衣 中越坠地的同一瞬间 她的精神 凝聚所化的另一条蛟龙 已然来到于飞燕身边 猛地将这少女缠住 施展出玉雷横空 连续撞倒一株株大树 堪堪落下 但于飞燕魂不守舍 石海被心魔控制 落地时 还是连栽十几个跟头 这才停下 好在她 虽然没有刻意去练体 身体却也比寻常人 强横不知多少 并未被摔伤 只是白皙的皮肤上 多出几处清淤的痕迹 这少女还是惊魂未定 目光中充满了恐惧 心魔依旧未消 世界 救命啊 上空传来淘大大呼小叫的声音 中越抬头看去 只见那红衣少女 手舞足蹈从半空中掉落 不过速度却是很慢 咦 这种观想法门很是奇特 观想的是云气 中越细细看去 只见淘大周身有云气缠绕 放慢了她的下坠速度 心道 普老曾经说 云有云灵 云被人膜拜 便不会消散 久而久之便有了灵性 陶师姐可能走的路子 便是云灵的路子 云灵飘渺 无定形 无定性 可以画风 可以画雨 可以画雷 可以腾空而起 可以落入山间 是很玄妙的一种灵 于飞燕回过神来 毕竟是女院实力位列的第一的大师姐 很快观想于龙 将石海中的心魔炼化 瞥见陶大从上空跌落 连忙快步跑过去 道 陶陶 我来接住你 扑通 陶大从她前面坠地 一屁股坐在地上 摔得七昏八速 世姐 你是故意的 不是 于飞燕收回没有接住陶大的双手 脸色淡然 陶陶 我很想接住你 但是没接住 我失手了 陶大爬起来 揉着屁股 称怒道 你分明就是故意的 才不是失手 于飞燕偷偷看了远处的中越一眼 巧声道 真的没有 刚才我便失手了一次 胡说 你分明是出了 丑怕一个人丢人 这才也让我摔一脚 陶大愤愤道 两个少女低声超炒 突然瞥见中越又在山林中 寻到一块大石头 竟然又背在身上 打算攀到崖底 两个少女对视一眼 向她走去 中师弟 于飞燕沉默片刻 这才道 谢谢 中越观想蛟龙 笑道 应该的 毕竟师姐跳下来时 也是毫不犹豫 两位师姐 我还需要修炼 便不陪你们了 谁要你陪 陶大愤催道 我们又不喝酒 于飞燕挖她一眼 道 师弟这是在修炼 不错 踏过生死之间 激发潜能 战胜大恐惧大恐怖 竭力求生 这便是我的修炼方式 中越笑道 师姐刚才也经历了生死之间 应该知道滋味如何 生死之间 于飞燕深深看她一眼 突然身后呼的一声 张开两道黑色翅膀 震翅而起 向崖顶飞去 道 既然你在修炼 那么我你之战 便等到改日 师姐 你又把我丢了 陶大连连跺脚 连忙观想云气 身体慢慢悠悠地飞了起来 慢吞吞地向山崖上空飞去 向中越道 中师弟 我们下次再找你来陪 我先走一步 喂 你等等我 不要爬得这么快 死云 臭云 你倒是飘得快一些 中越攀到崖顶之后 陶大还在半山腰上飘着 不过那黑少女飞燕 却已经不翼而飞 飞行之术 的确玄妙 观想云 鸟 皆可以飞行 若是御雷飞行 速度固然快 但消耗也是极大 而且没有语意飞行灵动 待到下次讲课日 我看看 是否能够学到一种飞行法 他感觉到 飞行法无论是对他这等上院弟子 还是练气势 都极为重要 不仅在战斗中有用 即便是日常赶路作用也不小 呼 中越背负大师 纵身跳下山崖 途中经过陶大身边 他跃下山崖登上山崖 时间已经过去大半个时辰 只见那红衣少女 依旧竭力向崖顶漫悠悠地飘去 中越坠落掀起的大风 将这少女刮腿不断往下沉 惹得他大呼小叫 过了不久 中越背负大师攀上山崖 逃大又是大呼小叫 让他慢一点 中山市 你再敢从我身边跳下去 我便跟你没完 那红衣少女 再次被中越跳下山崖带起的飓风 吹落下百丈之身 终于动目 娇怒道 你敢再做一次 我便在婷师妹面前说你调戏我 让你没有好果子吃 中越背负大师再次经过她的身边 认认真真道 我与婷师姐真的没有关系 陶大纵身一跃 跳到她的背上 没开眼笑 你背我上去 便算你们没关系 中越只觉身上也没有增加多少重量 心知这女孩身子轻 柔弱无骨 而且还观想云气来减轻重量 免得自己背不起她 心道 陶师姐倒是个体贴的人 刚才也跟着跳下山崖 有这种心肠 难怪会有那么美妙的歌声 陶师姐 不如唱支歌来听听 中越提议道 不唱 中越做事 要将她扔下去 吓得少女连忙抱住她的脖子 道 我唱 我唱 你这人这么坏 我真不知听师妹喜欢你哪一点 陶大尔在她背上清歌漫语 轻唱一曲 空谷歌声 空灵无比 一曲歌声还未落下 中越已经带着她来到崖顶 陶大尔坐在湖边 脚丫拨打湖面 口中歌声未落 中越跳入迎马台的湖泊中 清洗身上的汗水和污垢 歌声如同少女的指尖 拂过她的心灵 带走身心的疲惫 夕阳旁落 晚霞挂在天河山之间 余晖照耀湖岸上的少女 和湖中的少年 湖畔走来几只悠闲的独角马 凑到湖边饮水 那歌声越发空灵 陶大尔踢着鞋子 从中越身边踏步而过 过了片刻 歌声徐徐落下 鱼音营绕 那位红衣少女 摇摇向她挥了挥手 走入山林之中 过了两久 中越才从那少女 美妙的歌声中清醒过来 只见那少女早 已经远去 龙行万里 中越从水中腾空而起 精神力爆发 蛟龙缠绕身躯 自湖面上滑行而过 如同怒浇出水 掀起惊涛骇浪 在半空横渡 几步之间 跨过银马湖 大步向上院走去 这一日之间 她的修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仅穗黄变得更加凝实 穗黄的形象更加清晰 而且她的石海也屡屡扩张 如今已经有三百亩方圆 她的身体充满了爆炸般的力量 在短短的时间内 便可以将精神力显化 化作强悍无比的攻击爆发出去 明日 继续修炼 星火小童在她石海中道 想要超越天象老母 慢吞吞地修炼可不成 你现在做得还远远不够 只有你做到脆 猛 刚这三个字 才算是达到感应灵的入门级别 中越询问道 何为脆 猛 刚 力量要脆 拳头接触到敌人身体的一瞬 力量便完全爆发出去 催枯拉朽 精神要猛 心有猛虎制 有弱龙下山 精神力奔腾 观想神魔 瞬息而成 魂魄要刚 魂魄如尖枪 可弯不可折 魂魄移动 能记万金之物 魂魄禁止 有如天地做中堂 猪邪不可动 心火淡然道 只有做到这一步 你的根基才算是夯实 才有与天象老母争斗的本钱 中越长长歇了口气 沉声道 好 明日继续修炼 爷爷 今日我遇到一位少年修炼 对我说 生死之间 有大恐怖大恐惧 剑门金顶下方 一座灵芝山崖托起的大殿之中 那黑衣少女飞燕 恭恭敬敬 向一位家父而坐的白发苍苍老者问道 她说 踏过生死之间 激发潜能 战胜大恐惧大恐怖 竭力求生 修炼起来事半功倍 这生死之间 是怎么回事 真的有这种修炼方法 那白发老者 正是有余氏的族长 在剑门中地位极高 文言张开眼睛 差一道 生死之间 居然还有人用这种方式修炼 真的有这种修炼方法 于飞燕惊讶道 有 但只是传闻 由于氏族长沉声道 这种修炼方式过于极端 极端危险 极端静静 极端高的死亡率 因此很少有人修炼 生死之间 一生一死 相互对立 做到则生 做不到则死 但是用这种方式修炼的人中 死亡的占了绝大多数 我剑门从前 也有人用此法修炼 但都死了 于飞燕吓了一跳 都死了 由于氏族长点头 道 这种修炼方式 只是助击之用 对出鞘 寄魂的境界有效 对炼气室 便没有了效果 炼气室上天入地 岂是那么容易 进入生死之间的 而不成炼气室 自保的手段太少 一不留神便死了 所以 这种助击方法 被人称为极端 很不可取 不过我听说 我们剑门的老门主 当年 便是用这种方式 将自己的根基 夯住得无比坚实 但这只是传言 做不得真 于飞燕也谋闪动 由于氏族长 看到他的目光 心中凛然 喝道 你不可学习此法 你成为炼气室 已经是铁板钉钉 若是用这种方法修炼 稍有闪失便会死亡 得不偿失 第二天 忠岳再次来到一马台 远远看去 只见一位红衣少女 坐在湖边 旁边站着一位黑衣少女 依依 中山市 你这是什么 勾搭小母牛的办法 星火惊讶起来 却约道 传给我 快传给我 我找到下个星火传承者 便可以教会她了 第0023章 绝对信任 从前我教导过的 星火传承者 有几个是被女神 魔活活打死 若是学到你这个办法 便不用担心 交配后被活活打死了 中月十海中 那朵小火苗 兴高采烈地教导 勾搭小母牛 星火这话的意思 莫非是说 陶师姐和鱼师姐 是前来寻我的 中月愕然 迈不向两位少女走去 两位少女看到她走来 都有些慌乱 陶大尔飞快道 中山市 我们到这里来 可不是为了找你 也不是来给你唱歌听的 这里不是你的地盘 任何人都可以来到这里 我们先来 所以是你来找我们 中月笑道 这是自然 两位师姐请便 鱼飞忍不住 中师弟 我们的确是来寻你的 我想向你请教生死之间 不知师弟可否教我 你也想用这种方式修炼 中月晨音片刻 摇头道 这个修炼方法 对我来说 已经极为凶险 对你来说 凶险还在我之上 你若是也同样 从山崖上跳下去 死亡的几率会有九成九 而且每一次都是九成九 她这话绝非夸张 利用生死之间 进入极限反应 并非是纵身一跃那么简单 因为进入极限反应时 需要观想修炼 借此机会 来提升自己的修为 而只要陷入观想 便轻易间无法醒来 对外界一无所知 在坠落的过程中 若是无法及时醒来 等待你的 必然是被摔成肉降 这个下场 中月之所以成功率高 并非是她每次 都可以及时醒来 而是星火 在她的死海之中 是星火算准时机 将她的魂魄唤醒 从而将死亡率 大大降低 虽然每一次跳下 都会有凶险 但因为星火唤醒的及时 因此 中月才能屡次成功 不过于飞燕 便没有这个待遇了 她若是孤身一人修炼 铁定会因为 没能及时醒来而摔死 就算陶大尔飘在半空 算定时机来唤醒她的魂魄 也不太可行 因为时机一晃而逝 若是稍晚一瞬 等待于飞燕的 恐怕都是死亡 由另一个人来唤醒 是海中的 上在观想的魂魄 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需要用魂来呼唤 陶大尔在这个过程中 只要有半分错误 死的都是于飞燕 若是你让陶师妹帮忙 倒可以将死亡率 降低到八九成 但还是极高 于是解 我将进入生死之间的诀窍传给你 至于你是否修炼 则看你自己的决定了 钟月将进入生死之间 镇压大恐怖大恐惧的诀窍 细数相授 道 师姐 我还需修炼 先走一步 她背起山石 纵身跃下山崖 陶大尔迟一道 大师姐 你真的要这么做 于飞燕也是心中挣扎不已 钟月将生死之间的诀窍传授给她 也将危险点名 让她意识到 这种修炼方法 的确凶险无比 就算有陶陶相助 我也是九死一生 而且 陶陶若是犯错的话 于飞燕迟疑两久 突然叹了口气 道 我不是了 这种修炼方式 是拿命去拼 拼死才能成就练气势 而我成就练气势 却不困难 何须如此拼命 陶大尔也松了口气 笑道 师姐说的是 于飞燕露出自信的笑容 自负道 钟师弟如此拼命 如今还不是没有成就练气势 而我按部就班修炼 如今也还是女院的大师姐 钟月在山崖下等待片刻 只见于飞燕始终没有跃下山崖 如果于飞燕跳下山崖 观想失败 她还是会出手去救 毕竟于飞燕本心不坏 而且昨日也有着舍身一跃 去救她的事迹 跃小子 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样的勇气 也不是 每个人都有你这样的运气 能够遇到我 星火小童子得道 那女子看似心智坚韧 但是心境却不如你 她与另一个女子的关系不错 但是还没有好到 可以托付生死的地步 她若是从山崖上跳下 因为担心另一个女子 能否及时唤醒她 必然会无法稳定精神观想 只会一次又一次化作飞鸟逃生 单单这一关 她便没办法过去 而你却完全信任我 将生死托付给我 我让你跳 你纵身便跳 果然能够轻易进入观想 从而修为突飞猛进 钟月细细想了想 果然是这个道理 星火让她跳下去时 她的确没有多想 而直接跳下 根本没有去想 若是星火唤醒她的 十几碗的一线 会有什么结果 这就是绝对的信任 绝对的放心 她与星火相处的时间 只有一个月出头 若是寻常人这么短的时间 也最多是交个狗肉朋友 而她在内心中 却早已觉得 自己可以把信令 悉数交托给星火 她对星火 有着毫无保留的信任 因此 在跳下山崖时 才会第一时间 进入生死之间 观想穗黄提升自己的修为实力 生死之间 考验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两个人 两个人间的信任 于师姐和陶师姐之间的信任 不如我和星火 她选择放弃 也是应当的 就算他们可以做到 我和星火这样的信任 死亡率还是极高 毕竟陶师姐的眼力 岂有星火的眼力老辣 中月登上山崖 于飞燕站在崖边 黑衣飘飘 英姿飒爽 突然脆声道 中师爹 你修炼这么拼命 我倒想与你比一比 看看你这般拼命修炼 与我按部就班修炼 到底孰强孰弱 现在距离年终还有两个月 年终时有一场 上院各位练气室 门下弟子之间的 无禁忌对决 这场对决 定的是进入凌空殿的资格 希望在最终的对决时 能够碰到中师弟 年终对决 凌空殿 中月有些茫然 你不知凌空殿 陶大尔有些诧异 接口道 嗯 你进入上院 才有一个月的时间 不知凌空殿有量可原 凌空殿乃最易感应到灵之地 是修成灵的最佳之所 比如说 你要感应日灵 便需要魂魄飞到太阳边 才能引动日灵 你的魂魄 能够飞到太阳边吗 但是若在凌空殿中 你便可以感应到太阳中的灵 从而修成日灵 凌空殿 是我剑门的无上圣地 能够进入凌空殿修行 意味着剑门已经认为 你的根基扎实 可以修成炼气室了 中师弟 每年修成炼气室的机会 只有一次 而是否有资格进入凌空殿 则要看你在年中 对决中的表现 于飞燕转身走去 道 不过 你只修炼了奔雷剑爵 这一种攻击法门 仅凭这一种法门 根本无法走到最后 甚至连前十都未必 而且 你还需要上好的魂兵 上好的图腾神柱 因为那是一场无禁忌大战 陶陶 咱们走 两位少女离去 中越难闷道 星火 修成灵 需要这么麻烦吗 修成灵的确很是麻烦 不过在凌空殿中修成灵 总给我一种不靠谱的感觉 星火道 当年岁黄时期 岁黄的子嗣是 燕姿神皇一族 我记得他们在感应灵时 直接真龙驾船 皇族子弟站在船上 浩浩荡荡驶向太阳 在太阳边上感应灵 得到的太阳之灵便是 最为高等的太阳金屋之灵 在这个凌空殿中修成灵 我估计能够得到的日灵 也就是普通的火灵 还有其他神族 也都是带着弟子 直奔灵之所在 在最近的地方修炼感应 巨龙拉着金船 试过星空奔向太阳的情形 不由星驰神望 现在谁能够亲自来到太阳边 去感应灵 她不仅摇了摇头 我呀 星火小童不无得意 笑道 无论你想炼成日灵 还是月灵 我都可以办到 不过刚才那个小丫头说的没错 你的积累的确不够 远远不够 倒不是你修炼的攻击法门小 而是你的根基还不够扎实 你若是能够达到 令我满意的程度 我便送你去太阳边缘和月亮之上 让你修成日月之灵 中月心中砰砰乱跳 连忙道 你怎么送我上去 我当年与上一任星火传承者流落到此 那老小子已经衰老不堪 我便让他为下一任星火传承者留下布置 布下了两座大阵 启动阵法 便可以传送到太阳边缘和月亮上去 星火笑道 只要你能做到令我满意的程度 我便让你沾一沾光 享受一下纯雪的星火传承者的待遇 只是不知道 这么多年过去当年 我们的布置有没有被毁掉 继续修炼 十多日之后 中月不断修炼 风雨无阻 雨灵丹的消耗速度也是快得吓人 这些日子的疯狂修炼 900多枚雨灵丹 竟然消耗了大半 只剩下300多枚 而中月的石海 竟然成长到方圆3000亩广阔 如同大湖 心一动 石海上便怒浪滔天 精神力爆发 骇人无比 而且负重攀登 让他对蛟龙图腾和身体的控制 如臂食指 而奔雷剑绝和蛟龙图腾结合 也是更加精妙 中月遇雷横空 可以飞驰离许距离 速度极快 只是对精神的消耗极大 不如羽翼类的法门省力 修炼到这一步 中月只觉自己的进进越来越慢 进入生死之间的几率 也大大降低 这种修炼方式 对现在的他来说 已经没有多大的威胁力 进入生死之间的几率 自然变低了 明日又是上院炼气时开奖的日子 普老先生答应 为我炼制的两口魂冰 应该也炼好了 不知道他这些日子 帮我炼的那两口魂冰 到底是什么样子 中月内心不由激动起来 这还是他第一次 接触过魂冰这样高等的宝物 第0024章 蛮横 这十几日以来 他都是在一门心思修炼 对于其他事一无所知 待到传经阁再次开启的这一天 只见许多上院弟子谈论的 往往是年终的那场 无禁忌对决 我刚刚进入上院没多久 还不知上院弟子 居然对无禁忌对决如此看重 中月一路走来 从这些上院弟子身上 感应到一股肃杀之气 心中不禁感慨道 不过这也正常 无论是寒门子弟 还是名门大族的子弟 16岁不修成林 都会被驱逐下山 因此 这场无禁忌对决 恐怕是所有上院弟子 成为炼气室的希望 当然 我若是达到星火的要求 倒可以不用借助凌空殿 便可以修成林 不过星火的要求极高 简直堪称变态 以我现在的本事远 我也达到他的要求 传经阁外 甚至还有不少弟子出手较量 不仅有各种观想战斗之法 还有图腾神柱 以及魂兵这等宝物 很是激烈 数以百计的上院弟子 在一旁围观 分为一个个战圈 各有两位弟子争锋 手段摆出 各种观想之法 被施展出来 甚至中越 还看到有人身陷语意 镇翅飞在半空之中 魂兵来去如电 在空中争锋 绚丽夺目的战斗手段 层出不穷 这是做什么 咦 怎么上院中 多出许多陌生面孔 中越宁目看去 只见参加战斗的一方 都是陌生面孔 与上院弟子对阵 突然 半空中一位上院弟子 被打落下来 重重坠地 倒地不起 好在没有损伤性命 显然 这不是一场 单纯的较量那么简单 同门较量点到为止 而这些人出手太重 不像是同门较量 扑 突然 中越看到一个战斗圈子中 一个熟悉的身形高高飞起 被对手一击送上半空 无力地向地上摔去 中越心念一动 精神力飞出化作蛟龙 将那人接住 轻轻落地 中越大步上前 道 何师兄 这是怎么了 他们是谁 被击飞出战斗圈的 正是何成川 抬手抹去嘴角的血 诺道 这些家伙 是在内门修行的外门弟子 来上院砸场子的 在内门修行的外门弟子 中越微微一正 顿时醒悟过来 想要成为内门弟子 跟随建门的堂主 或者长老修行 须得修成灵 成为炼骑士 不过大士族 都有一些特权 大士族的核心子弟 会被族中的炼骑士 收到身边 随时教导传授功法 指点修行 比如有余式的于飞燕 他便可以随时上山 向有余式的炼骑士 请教修行上的难题 不过于飞燕不喜欢住在内门 而其他士族的核心弟子 则往往住在内门 与上院弟子平日里 很少碰面 这些人虽然在内门修行 但依旧是外门弟子 等到年终的无禁忌对决时 也必须前来考核 如今无禁忌对决日期临近 便有不少这样的弟子 从内门赶来 至于为何向上院弟子出手 则是因为他们这些人 对上院弟子的实力也很陌生 因此 想要摸清上院弟子中 都有那些高手 对自己有威胁力 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百胜 这次来的人 是十大士族中 水徒士和离山士的核心子弟 不仅我被打了 亭师姐也被打了 何成川吐出口中的血墨子 怒道 太不讲理了 说好了不下重手 结果亭师姐 被他们打成重伤 水徒士 中月眼中金光一闪而过 心中一股怒火涌出 面色却丝毫不变 水徒士 水徒士的炼气士 与魔族勾结 放出天象老母 水徒士的高层 将水青年师妹照上山 结果水师妹 被天象老母寄生 魂飞魄散 嘿嘿 抬手便是蛟龙飞出 这位师弟实力不错 不知有没有兴趣较量依二 机商合成川的那位弟子 目光落在中月身上 笑道 我关你观想出的蛟龙 带着雷霆图腾 似乎蕴藏着奔雷剑爵 你应该也是 朴老先生的门下吧 朴老先生门下弟子的本事 我都领教过了 实在稀松 不过你不同 竟然将蛟龙图腾 与雷霆图腾结合 看来你是得到真传的人 有些本事 他的目光极为老辣 不愧是跟随 炼气士修行的弟子 单单眼界见识 便要比上院弟子高出许多 中月面色如水 如古井无波 轻声道 你是水徒士 还是离山士 那位弟子笑道 水徒士水令山 中月点头 迈不向前走去 合成川忍住伤痛 连忙抓住他的手 低声道 忠师弟 不要下重手 水徒士是十大士族 你已经得罪了田峰士 与他较量平手也就算了 中月轻轻挣脱他的手掌 脸上露出笑容 师兄放心 我有份寸 不要下重手 那水徒士水令山 哑然失笑 道 应该是我不要下重手才对 实不相瞒 刚才与他交手 我只出了七分力 这位师弟 你可以痛痛快快地全力出手 希望你能有点像样的本事 好 两人距离十丈远近 中月轻轻眯了眯眼睛 嘴角动了洞 水徒士 轰 他脚下青石板轰然炸开 四下崩飞 而在中月站立的地方 突然间地面呈现 出现一个深达持续的脚印 脚印的形状有如龙爪 比寻常人的脚印大了十几倍 仿佛是一头凶恶至极的蛟龙 突然发力 把地面踩塌 中月的身形一瞬间纵出 在纵出的一刹那 龙银震荡传来 只见他的身体 四周一头恶骄龙身扭转盘旋 飞一般围绕他的身躯 躯干 缠绕起来 水令山眨眼 眼睛再次张开时 中月已经站在面前 手臂缠绕着粗大无比的龙躯 整条手臂背显猙獰 一拳狠狠捶在他的胸口 动 有如大鼓震荡 接着伴随着霹里啪啦 骨骼折断的脆响 水令山身躯弯曲 向后狠狠撞去 咔嚓一声 撞断传经阁前的一根 水桶粗细的滑表 连番带滚 栽到几十站外 传经阁前 其他地方的战斗 还在继续之中 但中月这一击 一连串的爆响传来 有如雷音乍响 雷霆从这一侧滚动到那一侧 实在震撼 无与伦比的震撼 这种恐怖的爆发力 令人侧目 这一刻 一场场战斗停歇 无论是正在交手的 还是在围观的上院弟子 纷纷向这边看来 令山兄弟 两位水徒士弟子 惊叫一声 急忙奔上前去 将水令山搀扶起来 只见水令山软啪啪的 胸口一根根肋骨 被生生打折 被打断了七八根 伤得这么重 两位水徒士弟子 脸色俱变 回头狠狠看来 喝道 同门较量 你下手也太狠了吧 我已经留守了 没有施展全力 中月面色平静 道 我只用了七分力 如果十分力 他接不下我一拳 而在他实海中 星火小童教训道 你的力量还不够脆 如果力量够脆 打到敌人身上时 敌人也非常脆 一碰就碎 别说七分力 就算五分力 也可以一拳轰杀了 你还需要继续修炼 还未做到真正的脆 七分力 那两位水徒士弟子 冷哼一声 一人将水令山掺走 另一人上前 冷笑道 你是普老先生门下 修炼的是练体法门 难怪速度这么快 纯粹的练体法门 将身体练得远比他人强悍 在近瞻肉搏之下 令山兄弟不加提防 被你占了先机 所以才会吃了个亏 若是他早有提防 岂会如此轻易 便被你得手 他抬手一抖 只见一根图腾神柱飞出 图腾神柱上 一道道波纹四下散发开来 如同水波一般 扩张道方圆数十丈的距离 被这图腾神柱的波纹笼罩 所有上院弟子 都只觉如同站在水中一般 难以移动身形 寻常的图腾神柱 只能笼罩两三丈方圆 而这根图腾神柱 居然能够笼罩数十丈 显然不是 普通弟子能够拥有的图腾柱 炼体的人 只是走入了邪魔外道 最是无用 一根图腾柱 便可以将炼体之人 克制得死死的 那位水徒式弟子 看着中月周身缠绕的蛟龙 冷笑道 更何况 你的蛟龙图腾有皮无肉 无血无骨 根本没有得到真传 出手吧 让我看看你的气氛列 中月抬脚 重重一顿 突然只见那根图腾柱 散发出的水波图腾纹 如同被海啸一般 水纹冲天起 这根图腾柱 带给众人的压力 顿时为之一空 那位水徒式弟子心中一惊 便见中月的拳头 已经来至跟前 急忙观想 却哪里还来得及 七分力 中月淡淡道 拳头狠狠轰碎他的精神力 刚刚观想形成的异象 这位水徒式弟子 如同被独角巨蜥撞过一般 倒飞而去 连帆滚落到数十丈外 来不及观想 既然来不及观想 他的速度 怎么可以这么快 那位水徒式弟子 脑中轰然 一口鲜血喷浆出来 挣扎起身 却又跌倒下去 又惊又怒 他的爆发力 怎么可能这么恐怖 还有水徒式弟子吗 中月看向四周 只见传经阁前 数以百计的上院弟子 鸦雀无声 只有他的声音响起 我要打十个 第0025章 横推 传经阁外 其他上院弟子一片哗然 震惊莫名 第一次 中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士 击败水灵山 尚且有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的嫌疑 胜在水灵山 不知他的体魄强横 但是第二次的 这个水徒式弟子 一上来 便祭出图腾神柱 克制炼梯者的体魄 这种情况下 中月依旧 催枯拉朽般将其击败 与水灵山是同一个下场 这便不是侥幸了 而是实力 水徒式的核心弟子 并非是浪德虚名 也是身经百战之辈 用图腾柱来克制中月 的确是对付 体魄强横之人的 最佳途径 也是绝大多数 弟子公认的妙策 但依旧被中月 一脚将图腾柱的威力破去 可见 她的体魄强大到了 何种程度 打十个 口气太狂妄了 有人认得中月 原来是那个中山氏 难怪会如此狂妄 他本身便是个狂妄的人 上次这位中山氏的师弟 也是在这里 将填峰氏一位师兄 暴打了一顿 当着填峰氏 练气氏的面说 填峰氏算个屁 这才一个月时间不见 他的实力 竟然提升了这么多 连水徒氏的核心弟子 也说打就打 比上原大部分 弟子的实力都要高了 旁边的人低声道 这家伙与十大氏族有仇吗 怎么打的 都是十大氏族的弟子 这次打过水徒氏之后 下次便是离山氏 逃临氏了吧 一旁有离山氏的弟子 闻言冷笑 便要上前与中月较量 却被身边的离山氏弟子拦下 摇头道 水徒氏与我们离山氏也是竞争关系 两个月后的无禁忌对决必有遭遇 趁现在了解一下水徒氏的弟子战力如何 那位离山氏弟子会议 缩回脚步 点头道 我原本以为上院弟子中只是一些弱者 现在看来上院也有高手 正好可以看看上院高手的本钱 庭兰月被几个普老门下的弟子抬出近视 合成川连忙过去 道 师姐 你的伤势 断了几根肋骨 内脏受了点冲击 扶了灵丹死不了 庭兰月挣扎起身 看向场中的忠月 心道 忠师弟的口气有些大了 太霸道太张狂 只怕会引来水徒氏的群起而攻 不过他也是替我们出头 嗯 不对 他的小情人水青岩便是来自水徒氏 这次暴打水徒氏 难道是和小情人彻底闹翻了 所以要暴打大舅哥解恨 打我水徒氏弟子打十个 什么人这么张狂 诸多水徒氏的核心弟子 原本在传经阁水徒氏练气室的近视之中 远远观战 水令山刚刚被抬进来 几位核心弟子凑上前去给水令山喂药 药还喂来得及吃下 那位水徒氏弟子便已经被忠月击飞 而在此时 忠月的声音传来 让近视中的水徒氏核心弟子又惊又怒 一个个豁然起身 杀气腾腾看向传经格外 核心弟子与其他弟子自然不同 核心弟子往往出身自足长一脉 或者是族中炼气室的血脉 身份地位都远超他人 是可以跟随炼气室修炼的人 完全可以说是水徒氏年轻一辈精英中的精英 跟随族中炼气室修炼 他们哪个不是得到真传的人物 不得到真传 根本没有资格跟随炼气室修行 况且 水徒氏乃是十大士族 核心弟子有的是灵丹妙药 有的是天才地宝 灵丹堆也可以将弟子堆成高手 平日里这些弟子对上院弟子 都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 认为上院弟子不能得到真传 比他们这些核心弟子要逊色一筹 此次他们来到上院 也是为了摸底 摸清上院弟子中都有哪些高手 其实他们心中 对此行还是有些不以为意 事实上到了上院 经过几场挑战 他们也的确催库拉朽般 将上院一个个弟子击败 至今为止 尚未碰到比他们还要强大的对手 因此都有些懈怠 但是此刻他们这些水徒氏的精英子弟 居然被一个炼体的家伙 张口不要打十个 区区上院弟子 修行了炼体法门 便想嚣张跋扈 室内院精英为无误 放肆 实在太放肆了 一位女弟子眼中金光一闪 起身便要走出境室 衣衫漂浮 英姿飒爽 我却让她知道 什么叫天高地厚 她尚未走出境室 便已经开始观想 只见其精神力 竟然已经开始 化作流水 围绕周身旋转 形成一条涌荡的河流 围绕周身旋转 如龙脚腾 如蟒游动 水渐气 剑十三世 那水徒氏 女弟子低贺 河水中一口口水剑 从水中冉冉升起 高低不定 赫然是一门 极为高深的剑法 她也是谨慎之人 身经百战 并未小觑中越 刚才水令山 和另一位水徒氏弟子 小觑中越 结果败得干脆利索 让她自然心中警觉 因此还未战 便先观想 免得被中越这个炼体者 打个措手不及 一位水徒氏弟子 眼睛一亮 笑道 师姐水生师姐 不愧氏族中高层气重的人物 心思缜密 这次出去 定然要那上院的小子好看 她话音未落 无比暴力的气息 从门口扑面而来 只见门口恶骄翻腾 蛟龙摆尾 与那女弟子水生 在近视的门前遭遇 水剑气剑十三世 与蛟龙同时爆发 一时间只见雷光滋拉一声亮起 煞世间如同小太阳 一般耀眼 但见小太阳中 一头恶龙摇头摆尾 扑杀而至 与河流碰撞 横身将河流绞碎 一口口水剑气筒筒 震成水雾 而那女弟子水生 尖叫一声 被蛟龙尾巴拍 飞在半空 横跨方圆树母的近视 从这头飞到那一头 砰的一声 贴在镜头的墙壁上 墙壁剧烈抖动 碎石扑索索落下 只见水生 竟然被挂在墙壁上 四只大字形张开 四周都是 蜘蛛网般的裂痕 可想而知 中月刚才那一击 力量爆发 是何等的凶猛 水徒师 竟然不出来请教 那么我便进来领教了 只见一位水徒师弟子 又惊又怒地看着她 一 二 三 只有七个水徒师弟子吗 中月有些失望 难难道 我还以为可以打十个 放肆 距离她最近的水徒师弟子 反应极为迅速 立刻身形移动 精神力化做图腾纹 同时背后一根图腾柱 飞起落地 水系图腾柱的威力被触发 喝道 这里是水徒师练气室的近视 不是你能嚣张的地方 多多多 其他六位水徒师弟子 背后一根根图腾柱飞起 当即插在地上 这些弟子也是厉害之辈 图腾柱插在地方都大有讲究 不成七星相连的阵势 恰恰将这片树母大小的近视 统统笼罩在图腾柱的图腾威力之下 而且图腾柱与图腾柱之间的图腾纹 相互叠加 威力倍增 一根图腾柱便能给炼体者 带来极大的困扰 水的压力限制其行动 而图腾柱叠加的情况下 压力更是翻倍提升 这些水徒师弟子 知道忠越是个炼体者 所以当机立断 将他最大的优势克制 然后便轮不到 他嚣张了 河伯徒腾观想绝 水河剑气 为水下苍山 七位水徒师弟子抱贺 煞世间只见近视之中水气滔天 一条条大河奔流 近视如同变成了一片水世界 为水大河 河山一体 以河为剑气 甚至一位弟子 还观想出河神河伯 争 一口口魂兵出现 这些水徒师弟子 既然祭魂魂兵 赫然是准备全力以赴 将忠越带给 其他水徒师弟子的耻辱 如数奉还 不过在他们第一根 图腾珠落下的一瞬间 忠越便已然开始行动 第一根图腾珠落下 图腾珠尚未激发 奔雷剑爵便已经爆发 雷霆见光 从那根尚未落下的图腾珠上 一闪而过 这根图腾珠落下 水纹图腾刚刚开始四下一出 便见这根图腾珠上 露出一刀裂痕 接着图腾珠变成两截 而与此同时 其他六位水徒师弟子的图腾珠 这才落下 七星相连的阵势尚未完成 便被破取 玉雷横空 忠越从下方腾空而起 雷光大作 闪电般躲过一道道攻击 避开击尸而来的魂兵 魂兵在半空中折向 速度极快 漫天的剑光扑面而来 只听一位水徒师弟子喝道 以魂兵合围 让他无路可逃 咔嚓 雷光乍现 雷音轰鸣 被一道雷光劈重 身形弹起 被劈得僵直 浑身焦黑 只见空中 一只席子大小的龙爪暗下 将这刚刚被劈得飞起的弟子 生生压在地上 竟是抖动 地面出现一个人形大坑 龙行万连 忠越横空而行 煞时间从近是这头 横一道近是另一头 连半空中的魂兵都追之不及 魂兵对他的威胁最大 血肉之躯 岂能抵挡魂兵这等宝物 好在他速度足够快 双龙真实 龙银震荡 忠越身后 又有一头蛟龙头颅冉冉生气 两条蛟龙各自盘绕半边身躯 猛的下探雕住两位弟子 向中间狠狠碰撞 两人头破血流 昏死过去 传经格外 数以百计的上院弟子 向水徒师的近视看去 只见近视中水浪滔天 电闪雷鸣 龙银声震荡 水声浪声嘶喊声 身体碰撞声 声声入耳 过了片刻 水浪消失 雷银声水声龙银声等声响 也平息下来 近视恢复平静 忠越从破破烂烂的近视门户中走出 抖了斗兽皮衣衫 摇头道 才八个 有人凑头向水徒师近视看去 只见近视里一片狼藉 八个水徒师 男女弟子 四仰八叉倒了一地 短短片刻 八位水徒师核心弟子 便被横推一遍 第0026章 战役熊熊 水徒师 这次丢大人了 更多的人涌来 凑头向水徒师近视看去 一个个幸灾乐祸 水徒师可谓是踢了铁板 把脚趾头都撞肿了 这些家伙欺负到普老的门下 却没想到 惹出个蛟龙般蛮横的练体者 那个中山士 可并非是单纯的练体者 他练气手段 绝对比这些水徒师弟子还要高明 离山士一位弟子摇了摇头 为中越辩解 道 刚才竟是一战时间虽短 但是中山士在练体法门中 夹杂了奔雷剑爵 以雷霆为剑气 融入蛟龙图腾之中 雷霆图腾和蛟龙图腾结合 横扫水徒师弟子 可见他的练气造诣之深 此言一出 不少人暗暗点头 毕竟离山士的核心弟子 是经过离山士练气室 亲自调教的人物 眼界见识 都要超出寻常的上院弟子一筹 大多数上院弟子 都以为中越是靠练体的法门取胜 而能够看出他在练体之中 夹杂着练气法门的却不多 这多少有些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 练体和练气这两者 可以说是矛盾体 若是在练体之上 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 练气修为便会落下 若是练气上用功太多 身体又不可能太强 想要同时修炼两者 便会导致两者都不会有多少进步 反而实力更低 但是中越却偏偏打破这个常识 将练体与练气结合 齐头并进 水徒师有这么多弟子 跟随练气室修行 但偏偏将水青岩师妹召唤上山 让天向老母寄生 可见对于水徒师的核心弟子 就算没有投靠魔族 其父母长辈多半投靠了魔族 中越对于打伤水徒师的 这些核心弟子 没有半分内疚 水徒师的这些弟子 实在太弱了 即便得到真传 即便动用魂兵 动用图腾柱 实力也是有些不堪入目 让他不禁对那些练气室 教导弟子的本领大是怀疑 他还是冤枉水徒师的练气室了 水徒师的弟子实力 在上院弟子之中 已经属于拔尖的人物 若非如此 庭兰岳和成川也不可能落败 然而 尽管水徒师的练气室 用心调教弟子 又岂能与心火相比 有心火教导 经过十几日生死之间的磨练 中越修为实力大增不说 对身体 精神和魂魄的控制 也达到上院弟子中的巅峰水准 这还不是最为可怕的地方 最为可怕的地方 是他那恐怖无比的爆发力 或许中越的修为 在上院弟子中无法排到第一第二 毕竟他真正修炼时间尚短 但是他的爆发力 却绝对达到其他人 都无法望其向背的程度 心火一直说 他没有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 但是他的要求是何其之高 以这种要求来看 中越的爆发力算不得惊人 但放在这群水徒师弟子中 他便是恶虎 而其他人都是小绵羊 恶虎入羊群 自然是扑杀一大片 剩下的绵羊 只能咩咩做可怜状 传经阁上层 几位练气士悠然饮茶 观赏下方弟子间的对决 中越走出水徒师的近视 一位中年练气士 忍不住豁然起身 面呆怒气 正是水徒师的练气士水岸山 水岸山正欲下楼 突然只见灰影晃动 一位好手白发的老者挡在身前 定睛一看 不由冷笑道 普老好会护短 你的门声打了我水徒师的弟子 倒也罢了 但口出狂言 便有些欠管交了 普老先生呵呵笑道 水师弟有所不知 这个中山是不是我的弟子 他开罪了田峰氏 哪个敢收他 他在我门下听了一堂奖 得到奔雷剑决的真传而已 与我没有干系 水岸山笑道 既然不是普老的弟子 那么我来管教管教 普老应该不会阻拦吧 普老先生摇头笑道 水师弟 年轻弟子相争 终究是小打小闹 小孩子打架 大人跳出来打小孩子 未免会让人耻笑 水师弟以为呢 水岸山四下看去 只见这茶室中 还有其他练气士 都在饮茶闲聊 但目光的余光 却向这边看来 不乏有幸灾乐祸 等着看热闹之意 当即甘笑一声 普老说的是 话虽如此说 水岸山心中却是不爽 这个普老 还说自己不互短 若是不互短的话 岂会舍了老脸出来拦我 好 我水徒师的千里句终于到了 丢的脸面终于可以捡回来了 忠越走向和城川和亭兰月 突然只听一个温和的声音笑道 这位师弟且慢 打了我们水徒师的弟子 就想这样轻易便离开 忠越停下脚步 转过身来 只见传经格外 突然有浪花从山上奔流而下 浪涛阵阵 有如大河道挂 一位上院弟子站在浪间 被水花托起身躯 闲停信步般走来 他每走动一步 脚下便自动有浪涛滋生 将他的身躯托起 足不着地 潇洒风流 此人一出光彩夺目 尹德不知多少人纷纷看来 即便是忠越也不得不承认 此人的确风采非凡 是少见的人物 清禾大师兄 水徒师近世中 一位为水徒师弟子挣扎起身 向外看去 不由大喜 清禾大师兄到了 大师兄 此人闯入我水徒师近世 出手商人 还请大师兄为我们主持公报 水清禾面色温和 点头示意 脉步间浪涛拖着身躯 来到传经格外 脚下大河流淌 化作鱼 龙 大蟒等等奇异的景象 那是图腾文所画 河中甚至隐约可以看到 兵剑在水中沉浮不定 那是一道道悬兵剑气 由图腾文凝聚而成 修炼到这种程度 的确是上院寒有 水清禾看向中越 目光温润 含笑道 中山是 师爹 同门较量 你出手如此之重 未免做得有些过了 中越摇头道 水徒师弟子 出手也是很重 打伤了廷师姐和和师兄 是否也是有些过了 水清禾看向廷兰月和和成川 只见两人伤势也很重 微微皱眉 随即舒展眉头道 同门较量 有个失手也是正常 水徒师的盛名不可辱 今日我也不得不出手 为我水徒师讨回个面子 中师弟 你是炼体炼气 两者并行 既然这样 我也不欺负你 就用炼体之法 与你对决 呼啦 他周身的水流凝聚 各种图腾文结合 只见水清和双足消失 化作鱼尾 整个人被精神力笼罩 渐渐化作一尊体魄高大的艺人 鱼尾人身 白发荧幕 气息狂野暴力 他原本与寻常人差不多高 但此刻竟然身高一丈三四 筋肉盘结 充满了爆炸般的力量 水清和相貌大变 这等战斗姿态一出 只见空气仿佛变得异常潮湿 似乎抓一把空气 便可以凝出水来 水神合伯 钟月面色凝重 水清和施展的手段 他已经在刚才见过 水徒师的近视中 有一位水徒师弟子 施展出合伯图腾观想觉 便是观想合伯 以精神力组成合伯图腾 助自己战斗 不过 那位水徒师弟子施展的合伯图腾 只是空有其形 没有血肉骨骼 远没有水清和这般真实 而且 水清和不单纯是观想合伯 而是化作合伯 以自己恐怖的精神力 将自己化作合伯之躯 合伯乃是水神 未水部落水徒师的图腾 便是水神合伯 也是万年前人族开辟大荒时 水徒师的先祖所留的图灵 水徒师中多有人观想合伯 但练到这种程度的 却是不多 他已经将合伯观想出血肉骨骼 宛如一尊真实的水神 合伯图腾观想觉修炼到这种程度 已经变得极为可怕 非但弥补体能不足 甚至在与炼体者近战搏杀时 都可以占据无与伦比的优势 像一尊神一样去战斗 其威力可想而至 月小子 这人是个厉害人物 中月十海中 星火小童声音突然变得有些凝重 他的底蕴极深 只要进入凌空殿 立刻便可以成为炼气室 他的精神力太强了 比你还要强 已经接近炼气室 能够做到化虚为实 恐怕是上院弟子之中 最为强大的人物之一 化虚为实 中月心中凛然 这是炼气室的手段 炼气室能够做到 精神力化虚为实 比如碧空堂中 左相声与田峰是老者一战 那老者以木为剑气 精神力与木系剑气结合 显化出一根根万金巨木 不成万木剑阵 这便是化虚为实 将精神力实化 如同真正的木头 当然 这并非真的将精神力变成了木头 只是精神力实化的表现 与真正的木头 并无多少差别 不过精神力散去的话 木头也会随之而消失 水清河也做到了化虚为实 以自身的精神力 凝聚成水神合伯 精神力的坚韧程度 已经率先达到炼气室级别 在所有的上院弟子之中 中月还是头一次见到 这么强大的人物 化虚为实 合伯实化 变成真实 足以让他的体魄 得到十倍甚至几十倍的提升 变成炼体强者 甚至比我的体魄还要强 中月面色凝重 这个水清河很强 比于飞燕还要强许多 强得可怕 远非刚才那些水徒是 核心弟子所能媲美 于飞燕已经修炼到 鱼龙拥有血肉骨骼 活灵活现 但还差一丝 才能做得到化虚为实 主要是因为 他的精神力强度不够 观想出的鱼龙清晰 但还是有些不够真实 中月长长吸了口气 心中非但没有丝毫惧怕 反而甚至有些兴奋 兴奋能够与这样的高手对决 月小子 你在激动 石海中 星火小童看着波涛动荡的石海 插一道 这个水清河的实力比你强 你应该畏惧才是 不 中月胸腔中战意腾腾 对手越强 我便越兴奋 与这等强大的对手对决 击倒他 打垮他 碾压其身体 摧残其信心 践踏其尊严 这种成就感 星火你能体会到吗 第0027章 舍我其谁 一个人的情感波动 很难从面上看出 但石海的精神 却可以随着情感变化而变化 比如中月 此刻她的石海 便是波涛起伏 浪涛裂空 因应有一种 金鸽铁马刀兵征战的感觉 这代表她很兴奋 激动 战役高昂 渴望去战斗 渴望去拼杀 渴望获得胜利 渴望印证自己的所学所悟 但是从她的面旁 却很难看出这一点 说得好 星火赞道 你现在已经有了几分 伏西神族应有的样子 知难而尽 迎难而上 锐意进取 遇到强敌不气馁 不惧怕 而是打倒踩在脚下 这才是伏西神族 忠越向前迈出一步 站在水清河的面前 周身雷霆图腾闪现 凝结成绕体蛟龙 声音平静 中山是忠越 答应你的挑战 答应我的挑战 水清河有些错 这种情况 明明是自己为水徒 是弟子出头 要居高临下的教训 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 中山是 怎么变成自己挑战她了 弱者对强者的逆袭 叫挑战 强者对弱者叫欺压 自己挑战她 岂不是自己是弱者 有趣 还是头一次 有人胆敢这么对我说话 你自识是炼体者 好 我便用炼体之术 将你击溃 三招 击败你 最低只需三招 水清河面带笑容 突然尾下波涛抖声 拖起她身形一动 快若鬼魅 水浪声刚刚响起 便见一朵大浪 横空将她送到中越面前 一拳轰向中越面门 这一拳轰出 只见大水滔天 水清河的河泊之躯身后 竟然如同洪水一般 水高百丈 压迫下来 她这一拳 集合了百丈洪水之力 洪水滔天 扑来的势头 是何等恐怖 中越身躯蛟龙缠绕 只见身体上滚动的蛟龙年 越来越粗大 越来越清晰 龙头猙獰 龙身粗达齿许 水桶般粗细的龙身 渐渐要融入到中越的体内 那纯粹的精神立化 做蛟龙图腾 和雷纹图腾 附着在中越皮肤之上 宛如她的皮肤 生长出一片片龙鳞 而她体内 更是一块块肌肉溶起 一根根大筋 崩崩崩弹动 如同弯弓射剑静弩 爆发出的脆响 不仅如此 她体内的血液加速奔流 心脏一瞬间将气血搬运 血液流动声 竟然让观战的 诸多上院弟子 都可以听到 中越对水清河这一击 不躲不避 猛然龙吟长鸣 一拳向水清河轰去 那些观战的上院弟子 看得脸色巨变 百丈洪水 龙躯绕体 这两人的实力 都达到令其他人 难以忘记向背的程度 此刻他们两人 如同两尊蛮神 正面交锋 肌肉碰撞 带给人的震撼和冲击 也是无法想象 碰 碰 两人齐齐重招 水清河的河伯之躯 是何等强大 一拳轰下 将中越精神力 凝聚的蛟龙生生轰碎 拳头落在她身上 只见雷霆图腾文 四下崩飞 她这一拳 竟然连中越观想出的 雷霆图腾文 也得轰碎 震飞 中越的这些雷霆图腾文 并非完全是用来凝聚蛟龙 还用来练就奔雷剑气 以奔雷剑气的锋力 来阻挡水清河 这一拳之威 但是水清河的河伯之躯 实在太强 面对奔雷剑气 也如同摧枯拉朽一般 直接震碎 让奔雷剑气 没有了半分威力 这一拳落在中越身上 闷响传来 河伯之躯的力量 震荡她的四肢百骸 震荡她的精神 石海 魂魄 与此同时 中越也是一拳 轰在水清河身上 河伯之躯的强大之处 顿时展露无遗 中越这一拳是何等之强 水徒是核心弟子 无人能够承受她这一拳之威 但是水清河的河伯之躯 弥补灵魂 只被打得灵魂破碎 却并未伤到她分毫 她周身布满厚重的灵魂 如同水中的神 不但威风凛凛 战斗力防御力 也达到令人敬畏的程度 不料 中越这一拳落下 随即五指插开 掌心之中传来芒的一声巨吼 又是一头蛟龙从她掌心中钻出 轰然撞在水清河身上 河伯之躯 顿时被撞破一个大洞 露出里面的水清河 她的河伯之躯 并非是真正的化作河伯之躯 而是精神力化作和神河伯 将自己藏在河伯体内 这也并非是真正的炼体 不能提升身体本身的力量 只是借精神力显化河伯 施展的是河伯之力 带到散去河伯之躯 河伯之力便会散去 而中越炼体 身体力量不断增强 就算不施展蛟龙绕体 它的力量也是极为强大 这便是炼体者和炼气者的区别 但炼气者观想出 河伯之躯这等近战法门 也可以近战攻击 甚至可以做到 比炼体者还要强的地步 水河清第二拳轰至 中越依旧不躲不闪 一拳轰出 从河伯之躯的破绽处 轰向里面的水清河 两人各自中招 中越嘴角流出一丝血迹 踉强后退 连退十多步 总算将河伯之躯 可怕的力量卸去 一块块山石和青石板 在他脚下炸开 烟尘滚滚 水清河也是闷哼 与尾夹着浪涛向后滑去 嘴角一血 中越在两拳之间 打破河伯之躯 还是伤到他的身体 他的身体可没有 河伯之躯那么强大的强度韧度 被中越击中本体 还是受了伤 不过他的身体 要比绝大多数上员弟子都要强 甚至强出很多 所以才没有遭到重创 中山市 的确很强 水清河常常吸了口气 面色有些凝重 他乃是水涂室的千里居 水涂室身为十大士族 对他极为看重 水清河幼年时 便被放在缸里 用各种灵药熬煮 药力渗透体内 体魄惊人 族中的乌医 更是以各种猛兽异兽的精血 在他身体上作画 画出各种图腾纹 让他的体魄更强 到了剑门 水清河更是各种服用灵药打磨身体 简直就是灵药堆起来的身躯 但是现在 他还是受伤了 中越的力量超出他的预计 蛟龙图腾也练到极高的境界 不过仅凭蛟龙图腾和奔雷剑爵 根本无法伤到他 伤到他的是 中越那恐怖的爆发力 能够击穿荷薄之躯的爆发力 而中越的身体强度 也超出他的预计 荷薄之躯的力量 是何等之强 落在他身上连续两击 也只不过伤到他的内脏 伤势也不是如何严重 能将身体练到这种程度的 只有剑门的练气势 和一些异兽或者魔族 已经过了两招了 现在是第三招 水清河常常吸了口气 面色凝重 鱼尾轻轻摆动 只见四周凭空生出大水 越来越高 如同一个小小的湖泊一般 将它拖起 湖泊高悬在半空 而水清河便屹立在半空中的湖泊上 气势越来越强 准备从上空奔驰而下 奔袭忠越 他赫然是动用自己最强的手段 为年终无禁忌对决而准备的绝学 一招击败忠越 让他一败涂地 忠越面色也是凝重起来 严阵以待 突然水清河目光瞥见几人 冷哼一声 散去河泊之躯 收了精神力 转身便走 冷冷到 今日之事暂且作罢 中山市 等到无禁忌对决时 再延续此战 忠越微微一震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只见又有几个人影从剑门山上下来 向上院走来 那几人的气势也是极为强大 不须与水清河 应该是在内门修行的外门弟子 不知是来自什么氏族 不过看水清河的样子 这几人显然也是来自十大氏族 实力极强 水清河不想被这些人看到自己的底牌 免得在年终无禁忌对决中失了先机 这才主动退去 好强的家伙 忠越手掌有些颤抖 嘴角又有一丝血迹一出 内脏隐隐作疼 心道 十大氏族 每个氏族都有着独到之处 祖上留下的图腾 天生便比其他氏族强 这个水清河的实力的确高深得很 没有动用炼气的法门便已经如此厉害 我不如他 他却没有想过 他这儿八经的修炼 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而水清河却是自小 就被泡在灵药中 进入剑门后直接被炼气势带在身边 长达五六年之久 才有如今的成就 上院中 像水清河这样的人物 还有不少 都是大氏族的精英 这些人物 在年终无竞技对决中 都会出手 百花竞放 争夺进入凌空殿的机会 到那时 只怕这些人 便不会隐藏什么了 会将自己最厉害的手段拿出来 中越脉步走向亭兰岳 和河成川等人 心道 两个月 还有两个月时间 两个月后 与这些大氏族真正的精英交锋 不知道谁能激压群雄 他胸腔中有豪气激荡 低声道 激压群雄 舍我欺谁 中山是中越 这是你的两口魂兵 普老先生见到中越到来 将他换到跟前 取出两口魂兵 放在中越跟前 笑道 二十日炼成这两口魂兵 老朽也是泪得不轻 这两口魂兵 你看如何 第0028章 龙血剑侠 静世忠 亭兰岳和成川等普老先生门下弟子 也纷纷凑上前来 亭兰岳伤势较重 还是咬着牙 凑到跟前观看 他们这些弟子 很多都有魂兵在手 但魂兵的档次不高 对普老花费二十天才 打造出的魂兵很是好奇 一个木头盒子 亭兰岳等人呆了呆 看着这个高达六尺的木头盒子 中越也是有些纳闷 普老先生给他的魂兵 便是这个木头盒子 盒子是用一种暗红色的木头 雕筑而成 浑然一体 竖在那里高度 恰恰到他的胸口 这个木头盒子上面 惠刻着很多纹理 是龙形纹 应该是图腾纹 不过看这些纹路 不像是后期惠刻上去 而像是木头天生的纹理 这是 龙血木 亭兰岳吃了一惊 诗声道 真的是龙血木 我听我大庭室的老一辈炼骑士说 我剑门山上有龙血灵 传闻中万年前大荒中 有真龙腹伤流血 龙血流到树林中 染红了剑门山上的一片树林 龙血木因为侵染了龙血 天生便拥有龙温图腾 只是龙血木生长缓慢 几百年都未必能够成才 即便是长老 也舍不得用龙血木炼制魂兵 连剑门长老都不舍得用 忠越心头一震 顿时只觉这口木头盒子 无比沉重 他并非是蒲老先生的弟子 而蒲老竟然用如此珍贵的材料 为他打造魂兵 这份大礼实在太重 蒲老先生抚摸木头盒子 笑道 这口龙血木 是我早年未见门立下功劳 门主赏赐给我的 对温养魂魄和魂兵 剑气有些作用 只是对我没有多少用处 所以 一直没有炼制魂兵 我原本打算留给我的弟子 后来没有寻到如意的弟子 便一直荒废着 他露出欣慰之色 笑道 忠越 你虽然不是我的弟子 但是与我有缘 又修炼了蛟龙图腾 恰恰能够配得上这龙血木 因为我便用它 给你练就了一口剑侠 忠越心中又惊又喜 又有些忐忑 蒲老 这太贵重了 蒲老先生哈哈大笑 道 贵重 一点都不贵重 若非你照顾兰月他们 只怕我的弟子 都要死在魔虚之中 其他炼气室的弟子 都死在魔虚 上千人都死得精光 只有我的弟子 有十几人存活 这功劳 区区的龙血木 算得了什么 这口龙血木剑侠 你当得起 忠越 你打开剑侠看看 忠越定了定神 打开龙血木剑侠 只听大的一声轻响 剑侠开启 里面露出一口木质纹理的剑饼 他轻轻抽出这口魂冰 剑长无耻 剑脊上有些古怪的纹理 应该图腾纹 重量约有百十斤重 拿在手中很有质感 剑身通体乌黑 漆黑中又泛着暗金色光芒 应该适用玄铁和玄金 柔和炼成的黑金 提升魂冰的硬度和吸力 这口魂冰表面 布满雷纹图腾纹理 有如雷电 披落在剑之上留下的痕迹 显然普老用纯粹的雷纹 来炼制这口魂冰 而龙铃状纹理 则是蛟龙图腾 让这口魂冰 仿佛长满了龙铃 寒气逼人 锋利一场 从剑侠中抽出的一刹那 他甚至隐约听到 剑身中似乎有龙血流动 他将魂魄系在剑中 只觉魂魄穿梭无碍 寄魂其中 非但没有任何不适 反而很是舒服 这就是质量高的魂冰 与普通的魂冰的区别 魂魄不能离体时间太长 否则便会魂魄受损 好的魂冰如同另一具身体 寄魂其中 不会有任何的不适 时间长 也不会损伤魂魄 而质量刺一些的魂冰 对魂魄的保护 便没有这么好了 时间稍久 魂魄便会受损 必须要将魂魄收回体内瘟养 中月寄魂剑中 如同进入另一具身体 可见这口剑的质量 实在是魂冰中的上品 龙血木滋润龙灵剑 最适合你 普老缓缓道 两者相互滋润 又可以与你的身体相互滋润 能够助你修炼 魂冰需要常常寄魂温养 魂魄精神与魂冰结合得越紧密 发挥的威力才更强 速度才更快 中月 这两口魂冰 你还满意吗 中月收回自己的魂魄 喜不自胜 抚摸龙灵剑和龙血剑侠 连声道 满意 满意 这龙血剑侠 可以储存九口龙灵剑 现在只有一口 其他的龙灵剑 你自己想办法 普老笑道 不过 等到你修成炼气室后 炼成剑气 这口剑侠中便可以存满剑气 心念一动 便可以有千百道剑气 从剑侠中迸发 胜过魂兵不知反几 庭兰月 和成川等人艳羡不已 忠月也是听得星池神网 南南道 剑气 用玄金玄铁等金属来炼制魂兵 只是小道尔 真正无坚不摧的 则是剑气 普老先生面色凝重 尊尊教诲道 炼气室 炼的是气 我剑门修的是剑气 待你修成灵 便可以借助灵 采集各种精气 炼成剑气 便可以摆脱这些铜铁之物 比如这口剑侠 存放魂兵 只能存放九口 而若要存放剑气 别说九口 就算百口 千口也可以存得下 忠月心头大振 百千口剑气 伸手一指 剑侠中百千口剑气爆发的情形 是何等恐怖 何等绚丽 今日 我便不再传授你们什么功法了 贪多嚼不烂 你们继续 修炼我从前 传授你们的法门 这样才能在无禁忌对决中 取得好名次 普老吩咐众人 又向忠月道 你入门时间太晚 修炼的功法太少 现在传授你其他法门 只怕你也来不及融会贯通 你现在还需要熟悉龙血剑侠和龙灵剑 若是太多精力用在新的功法上 反而对你的实力不会有多少提升 无禁忌对决中 多的是大士族的核心弟子 一身上下都是魂兵 负得流油 用功法取胜的几率极小 但好的魂兵作用极大 你这些日子 祭炼这两口 魂兵便可 巩固你从前修炼的蛟龙图腾 和奔雷剑绝 提升这两种法门的威力 忠月有些失望 他原本还想 趁着这次传经阁开启 学习一种飞行之术 不过普老这话却也没错 距离无禁忌对决 只剩下两个月时间 修行其他功法 的确有些仓促 而且 祭炼魂兵 也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不如就用这段时间 来提升奔雷剑绝 和蛟龙图腾的威力 反而胜算更大一些 你也需要小心一些 普老低声道 你与水徒师的水清河对决 被人看到你的实力 当心有人对你下手 若是再无禁忌对决前 先将你击伤 让你在对决中 无法施展权力 其他人进入凌空殿的几率 便大了一分 忠月心中凛然 普老继续道 你现在的实力 不说能够位列前十 但已经有了位列前十的威胁力 所以你要当心有人 敲你梦棍 就算不敲你梦棍 恐怕也有高手拿你来练手 拿我练手 忠月称线 笑道 普老放心 我也想拿他们来练手 为无禁忌对决热身 一路打到无禁忌对决 普老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心中颇有感慨 这等出类拔萃的少年 让人越看越爱 换作从前不知道多少人 抢着要收入门下 可惜 他却偏偏得罪了田峰氏 得罪了田峰氏倒也罢了 他又偏偏去得罪了水涂氏 十大士族 一口气得罪了俩 估计他很快就会得罪第三个 第四个了 上院之中 各大士族的核心子弟 也纷纷从剑门山上下来 准备年终无禁忌对决 各大士族之中 都有权利栽培的弟子 不逊于水清河的 也不在少数 几乎每个士族 都有将精神历练到 话虚为实的弟子 水清河还是没有施展出权力 真想见识一下 他施展权力的情形 离山市禁食之中 只见一位少女身后精神力凝聚 话虚为实 显现出一朵方圆三丈六的大花 大花之中 一尊三面四臂的妖神 缓缓站起身来 单足而立 半曲半蹲 逼得四周的离山市弟子纷纷退让 离山市的图腾 乃是离山妖神花 中月在碧空堂考核时 扶懒大荒气象 曾经见过一朵妖帘 莲花笼罩数百里 那朵妖帘 便是离山市的老祖宗 留下的图灵 而这个离山市少女 已经修炼到 再现离山图灵 精神力显化妖神花 花中 接触妖神的程度 比水清河也毫不逊色 甚至在精妙程度上 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离秀娘 除了水清河之外 那个中山市如何 近视台上 离山市的练气室问道 是否值得关注 离秀娘迈动脚步 脚步落下 步步腰连不断绽放 娇笑道 还不至于让我过分关注 她的实力 只是对我有威胁 但威胁力不大 真正让我有兴趣的 室友于室 陶灵室 军山室 雷狐室 这些大士族培养出的高手 不过这个中山室 倒可以先用来练练手 为我无竞技对决时 积累无敌的气势 而在雷狐室的近视中 一位求然壮汉身后 浮现出掌控雷霆的神 三目雷弓 也是笑道 中山市可以用来练手 积累无敌气势 无敌信念 有如恶狐猛下山 速度越来越快 在面对水清河这些高手时 凭借我无敌的气势信念 便可以将这些家伙 一击扑杀 第0029章 雷中少女 祭练魂兵乃是将魂魄 记在魂兵之中 用精神力温养 日夜渗透 建立精神感应 魂魄感应 中越盘膝而坐 龙血剑侠 竖在面前的地面上 星火在他石海中指点 教导他 如何记练龙血剑侠 和龙灵剑 记练的时间越长 与魂兵之间的感应 便越是稳固 就算你的魂兵丢了 信念一动也可以收回 别人夺都无法夺走 不过你这口剑侠 已经与龙灵剑之间 建立了感应 属于剑翘与剑的感应 如果宝剑丢了 记起剑侠 也可以收回来 你现在记练 无需记剑侠 先记剑 用强大的精神力 和魂魄温养 中越将魂魄 记在龙灵剑 精神力也随即涌出 温养宝剑 普通人温养魂兵 多是单纯地 用魂魄和精神温养 花费十几日时间 才能记练如意 这只是最笨的法子 星火继续指点他 道 你在温养时 同时观想火迹公碎黄 这样温养魂兵 最多几个时辰 便可以记练如意 中越闻言 立刻观想火迹公碎黄 过了几个时辰之后 中越猛然张开眼睛 剑 只听搭的一声 剑侠开启 龙灵剑发出嗡嗡的清鸣 从剑侠中跳出 寒光陡声 空气温度立刻急剧下降 寒气逼人 龙灵剑仿佛变成了他的眼睛 中越通过龙灵剑 看到四周的景象 而且 随着龙灵剑飞得越来越高 他看到的景象 也越来越广 咔嚓 空中电闪雷鸣 龙灵剑在他的操控下施 斩出奔雷剑爵 只见电光字易纵横 这口 龙灵剑当真 是化作了雷霆电光 来去间如闪电一般 迅如奔雷 中越不禁又惊又喜 将奔雷剑爵彻底施展开来 空中剑光闪烁跳跃 奔雷剑爵的威力 顿时得以全部施展 从前他施展奔雷剑爵 总觉得有些束手束脚 施展不开 但是用龙灵剑这口魂兵来施展 从前无法施展出的种种变化 顿时运转如意 难怪许多上院弟子都说 好的魂兵可以让实力翻倍 有了龙灵剑 我的奔雷剑爵威力何止翻倍 中越心中暗道 你现在只是祭魂剑中而已 用来杀普通的猛兽足够了 用来对付水清河这样的小鬼 便还差得远了 水清河的精神力比你强 魂兵估计也不比你逊色 与它交手 你的书面颇大 星火变成一朵小火苗 飞落到龙灵剑上 没入剑身中站在中越魂魄之上 这口剑还算是不错 可以保护你的魂魄 不至于被人打碎龙灵剑 而魂飞魄散 这口剑的韧度刚度 都算是上上之选 只要不是炼气势 都休想打碎它 与其他魂兵碰撞时 也就不用担心魂魄死亡了 魂兵一碎 人也随之死亡 中越不由悚然 师生道 这是自然 祭魂魂魄魄 用魂兵去战斗 最怕的便是魂兵被打碎 因为魂魄是寄在魂兵之中 若是魂兵碎了 魂魄也会随之碎掉 主人也就死了 星火在他肩头坐下 所以魂兵这等东西 不用择已 要用就用最好的 否则魂兵一碎 便是魂飞魄散的下场 你看那些上院的小土鳖 屁都不知道 他们的魂兵 多是粗制滥造的魂兵 一碰就碎 还敢记起魂兵战斗 分明是提着人头去招摇 中越心头危震 上院弟子中 的确有不少弟子 遇到战斗便记起魂兵 对魂兵的依赖很大 没想到在星火眼中 都是在找死 你的这口剑还算是不错 只要不是炼气室 击碎你这口龙灵剑 并不容易 与上院弟子相争 尽可以寄出 星火正中道 当然 遇到炼气室的话 你还是能躲多远 便躲多远 否则炼气室斩了你的龙灵剑 便会连你的魂魄一起斩掉 魂兵 只是剑气的替代品 修为上低时的无奈之举罢了 剑气不但攻击力远胜魂兵 而且要比魂兵安全许多 继续往上飞 去高空练剑 龙灵剑立刻向高空冲去 半空中剑光带着滚滚雷音 没过多久 便飞上万丈高空 中越魂魄向下看去 只见群山低矮 变得小了许多 但是在一旁 剑门山如同一口巨剑 依旧高不可测 中越驾驭龙灵剑飞了片刻 只觉精神力有些难以支撑 他的精神力上有节余 但是精神力的强度 却不足以支撑如此长的距离 而飞了这么远 剑门金顶 依旧高耸在不知多远的上空 似乎遥不可及 就在这里吧 星火向外看去 道 这里便是高空雷霆地带 高空中有烈阳 刚风 以及寒而不发的雷霆 烈阳如火 刚风如刀 魂魄到了高空之上 就会烧死 就会被风吹杀 烈阳和刚风算不得特别危险 但雷霆就厉害了 雷霆会感应到你的魂魄 到了高空 雷霆自生 将你劈杀 雷霆会主动劈我 钟月心中亥然 我不去招惹雷霆 也会劈我 魂魄没有羽灵结合之前 是阴性 而雷则充斥阳刚 阴阳遭遇 便会相互吸引 所以魂魄上了高空 便会遭雷劈 星火道 这就像是男和女 男人碰到女人 便想凑上前去 你从前修炼奔雷剑绝 只是精神力观想出的雷霆 是假雷 阴雷 而自然中的雷 则是阳雷 威力比阴雷大了不知多少倍 这里的高度刚刚好 雷霆还不是如何剧练 非常淡薄 你修炼奔雷剑绝 正好可以借这里的雷霆修炼 用雷霆来淬炼你的魂魄 精神和魂冰 小心 雷霆来了 快观想碎黄 龙铃剑四周 只见滋滋啦啦的电光闪现 电光越来越多 汇聚在一起 半空中如同突然多出许多雷蛇 在云朵间游来游去 很是惊人 越来越多的电光汇聚起来 大蛇吞小蛇越来越大 空中也隐隐出现了雷霆 钟月心头一震 只觉自己的魂魄 仿佛被什么东西锁定 魂魄竟然生出了畏惧之感 连忙观想火机弓碎黄 精神力在龙铃剑内 构建火机弓 而钟月则深化龙手人身龙尾的碎黄 顿时只觉畏惧之心不翼而飞 轰隆 雷霆大作 一声巨响传来 弹剑一道雷霆频频踢来 龙铃剑根本来不及躲遍被雷霆踢中 一股难以想象的威能 煞时间充斥龙铃剑 龙铃剑中 钟月的魂魄被劈得焦黑一片 甚至连他观想出的火机弓碎黄都被劈得乌黑 魂魄似乎要变成焦炭碎掉一般 他的精神力几乎被劈散 生出一种无比剧烈的疼痛 雷音响起 那种震动仿佛要将他震散 全力观想 不要分析 星火站在他的肩头 居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面色紧张到 分析你就死了 魂飞魄散 钟月咬紧牙关 忍住那股要将自己撕裂般的疼痛 竭尽所能凝聚精神 观想火机弓碎黄 只见他的魂魄被劈焦之处 立刻开始复原 犹如老树回春 轰隆 又是一道雷霆劈来 钟月魂魄刚刚复原 便又几乎被劈碎 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感 再次熄来 星火丝毫也不担心 笑道 放心的咬牙 你只是魂魄咬牙 若是身体也这般咬牙 你满口牙都会被你咬碎 第一次死不了 第二次就也死不了 继续修炼 不要放松 疼 钟月咬牙道 很疼吗 那朵小火苗有些心虚道 我从前教导过的 纯血伏析神族 从来不叫疼 钟月咬紧牙关坚持 不断观想 短短半个时辰 便有二十多道雷霆 劈在龙龄剑上 即便是星火也吓了一跳 心道 我从前教导过的纯血伏析神族 第一次被雷劈的时候 也没有坚持这么长时间 早就疼得嗷嗷叫 坚持不下去了 这小子居然还在坚持 钟月感觉到自己的魂魄 已经疼得快要麻木过去了 那雷霆还是不断涌来 咔嚓咔嚓地向他劈去 不过渐渐地 钟月好像也没有那么疼了 他的精神力强度在增加 魂魄也变得更加坚韧 更加伟岸 能够承受住这等程度的雷霆轰击 甚至 他的魂魄和精神力中 竟然也有一丝 斯雷霆电光在闪动 突然 钟月看到 距离自己数百丈远的地方 一位秀气的少女坐在半空中 也有一道道雷霆 不断向那少女劈去 那少女没有魂兵保护 直接被雷霆劈在身上 身躯盘坐 窥然不动 这个女孩看起来年岁不大 竟然这般厉害 钟月心念微动 龙铃剑向那少女飞去 那少女张开眼睛 好奇地打亮龙铃剑也 笑道 这位师兄也在淬炼魂魄 你疼不疼 刚才还有些疼 现在已经有些麻木了 钟月的魂魄从剑中露出头 笑道 师姐怎么称呼 我是秋潭氏 名叫秋剑 刚才那雷霆 劈得我也受不了 几乎昏死了过去 那少女劫力忍住痛 哦 师兄怎么称呼 钟月看到雷光劈来 连忙回到剑中 道 中山市 钟月 秋师姐的修为好厉害 我便不敢直接用魂魄 抵抗雷霆 秋剑笑盈盈道 钟师兄 我看你年纪好像比我长一些 还是叫我师妹吧 两人聊了片刻 各自有些累了 钟月笑道 秋师妹 我们明日再见 秋剑点头 魂魄飞去 钟月看了看 眼睛不由直了 只见那秋剑 竟然像剑门山一座灵芝般 山台上的大殿飞去 那里是炼气室居住的地方 他怎么 钟月失声道 心火纳闷道 他就是一个炼气室 你没发现吗 钟月额头冒出冷汗 刚才他叫我师兄 我叫他师妹 一个炼气室叫我师兄 我觉得压力好大 敢明儿你成为炼气室 修为超越他 这个师兄不就坐实了吗 心火笑迷迷道 不过 你需要多多努力 才是 因为这头名叫秋剑的小母牛 不简单 是天生的灵体 与方间隔的资质 不相上下 这样的家伙修炼起来 速度快得像发疯的小母牛一样 第0030章 林村的公牛 剑 这次修炼如何 那座灵芝般山台上的大殿中 秋剑的魂魄飞来 落入家夫而坐的少女体内 一位美妇人笑道 遇雷霆而炼魂 是雷狐式的绝学 娘也是好不容易才偷来的 用这种手段炼魂 魂魄无比坚韧 你是先天目灵 天生灵魂合一 若是能得雷霆淬炼 将来的成就 不逊于剑门的四大年轻强者 秋剑张开双眸 道 娘 我在雷层中见到了一位师兄 也在那里练魂 魂魄魄藏在一口魂冰之中 女儿与他闲聊几句 那夫人紧张兮兮道 难道是雷狐式的练弃士 我偷了雷狐式的绝学 被雷狐式发现的话 脸皮道有些挂不住 秋剑连忙道 不是雷狐式 这位师兄 说他是中山士 名叫中月 那夫人松了口气 纳闷道 中山士是哪个大士族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难道中山士 也从雷狐式那里 偷来了雷霆练魂的绝学 中师兄也是个小偷 秋剑惊讶道 那美夫人摆他一眼 什么叫小偷 我们这是敏儿好学 不能叫小偷 多不好听 改天我去门主那里 偷来见门最高深的绝学 大自在剑气 你练练看 秋剑吐了吐舌头 中月魂魄落回体内 不由静异一声 只见自己的石海 竟然变小了 他的石海 原本有方圆三千亩大小 而且随着修为日渐 今生石海 还在不断扩张 而现在竟然大大缩水 足足缩小到方圆千亩的程度 一下子缩小了三分之二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的修为 一下子折损了三分之二 星火也从龙灵剑中跃出 文言摇头道 这便是雷霆淬炼的妙用 你的精神原本不够坚韧 石海虽大 精神力却不强 而这次借雷霆淬炼便 将你精神力中的杂志淬炼了去 虽然精神力缩水了许多 但更加精纯 韧度更强 你看 你的石海中有雷霆电光 这便是精神力强大的表现 钟月魂魄放眼看去 只见自己的石海中 隐约有一道道电光在海中传动 如同一道道金蛇藏在海下 现在你的精神力还不够强 若是足够强 便会将石海变成雷池 雷海 精神力变成雷浆 雷叶 那种精神力 要胜过水清河那小子 不知多少倍 星火继续道 雷池雷海 雷江雷叶 钟月瞪大眼睛 不由星池神王 南南道 我何时才能练到那一步 你还没有注意到 你的魂魄也变小了吧 星火的一道 你现在魂魄出鞘 看看你的魂魄 钟月连忙魂魄出鞘 只见四周的景象 变得无比巨大 星火这朵小火苗 飘在自己面前 竟然比自己大了十多倍 他的魂魄如同豆链一般大 而星火则无比伟岸 钟月扭头看向自己的身躯 不由骇然 只见自己的身躯 竟然仿佛一尊顶天立地的巨人 如神似魔 高大地无法想象 原本他的魂魄与星火差不多大 而现在则小得可怜 你的魂魄经过雷霆淬炼 也变小了 炼去了其中的杂志 好好休息 多服用几枚雨淋丹 利用精神力淬炼肉身 明日继续修炼 星火笑道 等到你的身体足够强 便把你的身体 也带到雷层中 让雷霆淬炼 不过现在还远远不够 身体遭雷劈 会被劈交吧 钟月定了定神 一眼取出雨淋丹 伏下三枚 随即观想蛟龙图腾淬炼身体 顿时只觉雨淋丹的药力 在疯狂消耗之中 过了一炷香时间 三枚雨淋丹的药力 便消耗一空 只得又服下三枚雨淋丹 我先前用蛟龙图腾炼体 身体无法继续提升 而现在精神力变强 竟然又可以提升身体了 钟月又惊又喜 继续修炼 一夜之间 他在不知不觉间 竟然消耗掉六十枚雨淋丹 这个消耗速度 以后估计要啃 地皮冲击了 清晨 钟月张开眼睛 有些哭笑不得 一夜之间 消耗六十枚雨淋丹 比生死之间的修炼消耗还要大 他的雨淋丹 如今只剩下二百五十多枚 算算也就是能够坚持四五天的样子 不过这一夜之间的修炼 他的收获也是非同小可 身体提升 现在他感觉到 自己体内充满了爆炸般力量 一举一动 如同雷霆 他的每一块肌肉 都蕴藏着恐怖的爆发力 每一根大惊弹动 如同弓弦紧绷 神经传输速度 更是快速绝伦 不知道五天之后 我的实力会达到何种程度 能否与水清河媲美 钟月忌魂 龙铃剑出鞘 剑光直冲云霄 再次来到雷层之中 引来雷霆淬炼 没过多久 秋劲飞来 两人闲聊几句 各自修炼 公母搭配修炼不累 星火坐在钟月尖头 星道 月小子见到这么小的女娃娃 都是练气势 化压力为动力 修炼起来 倒开始拼命了 只是她并不知道 所谓的先天灵体 与普通人不同 先天灵体 天生就是灵魂一体 天生就是炼气势 并非是修炼来的 嗯 要不要告诉她呢 还是算了 年轻人就该有些干劲 之后几天 钟月与秋劲 仿佛约定了一般 两人都是在这里修炼 直到自己无法坚持下去 这才离开 五日之后 钟月的石海 被炼得只剩下五百亩大小 魂魄也被炼得 变成了小不点 比蚂蚁还要小几分 若非她这几日 不断服用羽灵丹修炼 只怕石海比 现在还要小 魂魄都会小的 不知道是否还能看见 虽然石海和魂魄变小 但是她却感觉到 无论石海还是魂魄 亦或是身躯 都比从前强大许多 尤其是石海 其中有雷霆荡漾 雷霆化作一道道金蛇 在其中游异 心面一动 金蛇乱舞 骇人无比 但是 钟月也终于耗光了 自己所有的羽灵丹 十枚玉灵丹 对我来说 只是杯水车薪 还不够修炼一个时辰 她不禁头大 思索道 若是从前 还可以去建门摩须 积累一些功劳 而现在摩须被关闭 只能另寻途径了 不知道能否寻到 其他赚取玉灵丹的法子 她正欲起身 突然只听 银铃般的女子声音 从院外传来 脆声声道 钟师弟 钟山是钟月师弟 是婷师姐的声音 钟月心中微动 连忙起身来到院外 打开院门 心道 听师姐来寻我做什么 院门开启 钟月不由吓了一跳 只见自己的小院落外 叉子烟红 一位为上院的女弟子 好奇地东张西望 足足有三十多位女弟子 站在外面 为首地除了亭兰月 还有一身黑衣的余飞燕 和一身红衣的陶带 至于其他女子 她却不认得 如此多的女孩聚在一起 空气中都弥漫着 少女的体香和粉带气味 应该是这些女孩 采集花粉自己炼制的胭脂粉底 铺在肌肤上多出几分水嫩和清香 远处 一个个院落里南院的男弟子 纷纷探头观望 见到这么多的女弟子 出现在南院 这些男弟子也是吓了一跳 看向钟月的眼神中 充满了艳羡 诸位师姐 为何到我这里来了 钟月纳闷 道 师姐们 里面请 我去给你们沏茶 不去你那里坐了 亭兰月笑嘻嘻道 钟师弟 我们打算下山历练 前往寿神岭 为吴静记对决热身 寿神岭附近 凶兽越来越多 附近的几个部落氏族 都遭到侵扰 许多村庄被吃个一空 我们正好前去寿神岭 平息受灾 也可以赚取一些功劳 花叉花叉 换一些灵丹 或者魂兵什么的 陶大尔在一旁笑道 原本我们不打算 与臭男人一起的 于师姐说你本事好 可以带你去 而且我也闻过你 一点都不臭 所以就带上你了 钟月心中微动 只见龙雪剑侠飞来 落在她的脚下 笑道 多谢陶师姐提携 于飞燕颇为冷淡 道 不必多说 即刻动身 天黑时 说不定能够赶到寿神岭 陶大尔连忙取出一个小布袋 笑道 寿神岭颇远 不行过去的话 只怕要走上两三天 我从我陶灵师练器室那里 借来了一袋云 驾云过去的话 今天日落前便可以赶到 布袋打开 只见里面咕嘟咕嘟地 向外冒着彩色云气 不过片刻钟月和珠女 便踩在云彩之间 只觉脚下一股脱力 将自己向上空脱去 钟月嘖嘖称奇 陶大尔笑道 这云彩 是我陶灵师 炼器试炼的魂兵 名叫彩云间 不过没有威力 就是敢录用的 我来掌控方向 其他姐妹轮流 用精神力催动 便可以飞向寿神岭了 精神力耗尽的姐妹 下来换其他人 轮番休息 保存站立 免得到了寿神岭 没有了精神力 南院中 数以百计的男弟子 呆呆地看着这朵彩云 带着几十位花朵般的少女 和钟月飞上半空 一个个失魂落魄 我们邻村里 有一头大公牛 长得那个壮士 附近十里八乡的村民 每逢初一十五 都要牵着自家的母牛前去配种 十几头母牛排队等着 而其他公牛 只能眼巴巴看着 有人抬头观望那朵云彩 喃喃道 我们将那头大公牛 喂大肿牛 兄台 你说这个做什么 旁边的男弟子好奇道 远处 一位求然大汉 眼眸越来越亮 盯住飞出 见门山的那朵彩云 嘿嘿笑道 终于舍得出去了 备好雷王舟 咱们雷狐狮的弟子 也去受神领 我要亲自会议会 这个中院 二十余位雷狐狮的 精英子弟 轰然阴末 拖出一艘长约 十多丈的大舟 中央处耸立一座神像 正是雷公像 会刻着各种雷文 众人登上这艘雷王舟 只见大舟腾空 向受神领而去 而与此同时 女院中 黎山市黎秀娘 则换来黎山市弟子 寄起一片大叶子 那叶子乃是 妖神花的莲叶 硕大无棚 众人站在叶子上 也竟自飞 向受神领 中山市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黎秀娘低声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